Hello 大家知道我前段时间去了裸红人节 是一个不太红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次机会呢 就是因为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去年的时候就是上了三四六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疼 我那天看私信 我才突然想想有小可爱提醒我说 今天是我剪头失败一周年期日 但是我并不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失败 如果没有这个检查失败 咱就说这个红盘 你会让我走吗 当时主持人问我说 嗯 今年打算怎么突破自己 我说我跟那个托尼老师办了张卡 他没有笑 就我非常感谢那位托尼老师 所以我就办了一张卡 结果狗还想了好久 他应该不说我就自私 还有小可爱就说 啊老蕊你既然已经脱钢了这么久 如果实在没有东西做的话 咱不如再剪一个头 我是那么为了更新而不顾自己形象的人吗 我真的是 但是说实话 我自打有近以来 我的发型就一直在疯狂变化 我是那种多折腾头发就特别难受的人 我估计我觉得啊 据我不满前头期 应该是除了寸头和光头 我大概基本都尝试过了 而且我没有剃光头 单纯的是因为抽点 而不是因为害怕 我这脑壳要长得好 我跟你说我倒过光头去 然后我就翻了翻以前的照片啊 今天咱们就是给大家盘点一下 我长得到给自己折腾的这些发型 咱们来看看有哪一些比较突出的唯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啊 这个幼儿园时期的照片 嗯 你怎么说呢 大家这已经是我小时候的发型里面算是好看的了 但当时就是顶着这个珍珠同款发型啊 在千禧年过着自己的1988 现在想想好像其实我人生大部分都是短头发 从小开始 这个发型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挺母的了 你们都没看着啊 就这个发型之后马上那个发型 结果没留照片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妈给我屁的 就后面 后面就给我推上去这些小男孩之后 你们知道吗 我去上学了还有男同学的妈妈们不知道 然后上了初中 上了初中 咱们就是进入了一整个叛逆期 主要体现在哪呢 别人的刘海是骑的 我根本要他骑 你们看我这个刘海啊 我到现在就是也不能理解这个刘海 就是我 我当时好像就是非常的想跟别人不一样 我就是觉得 那你看我嘴都是歪的 我为什么刘海就是骑的 好像在我的印象中 我当时还觉得我这个刘海非常的酷 我最喜欢的就是同款俩字 我只能我自己一款 这个发型我称它为房早面发型 自从剪了这个头发 反正是更没有男同学 过问了 但这样的个性 到了我上高中之后 荡然无存 我上了高中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之间开始爱美 我开始想变得和别人一样的美 那时候就特别流行甜美风 我就特别想当酒公众 看大家都剪了七六孩 我也要剪 因为我们学校呢只能搭 把头发搭起来 所以我还把那个发尾给烫了 这样我剪了很高很高的时候 掉下来的那个马尾变 那个纹就是一个卷子 就等忙着我前面去骑上好 我每天走 反正当时我是觉得自己非常的甜美 这个时期的发型叫什么呢 我觉得查理查气的 叫做毕竹春吧 还有一个发型 这一张是就是 这还是我毕业招的时候 我精心准备的毕业发型 我管他叫 你也不要相信我 早不知道我这个 这个韩式刀销流线感 是什么 嗯 我觉得那时候也就是不能染 要是染的话 我就染个绿的染个蓝的 就是藏了一家族 肯定一无一气之地 高中之前呢我也说了 不能染不能烫 所以高中一毕业 我马上开整啊 尤其是出路过之后 直接就是放弃死我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 毕竟还有这个家人的掌控 咱们就说我染过紫色 染过蓝色 红色 什么灰色 然后各种烫各种点 就各种折腾 但是呢我本来就是这个细软发质 所以就这么一套折腾下来呢 我的发质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干苦 而且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发量 变得更加的令人焦虑 每次就是在脱尿室那儿 刚都完学自己就绝了 没爆 回到家睡觉起来之后 你宝负昨天是一场梦 所以呢 作为一个资深脱尼受害者 也不能完全怪脱尼 作为一个资深头发作死的选手 我觉得 我在修护这方面呢 还是做的还可以 因为就这么一套折腾 我这个发质现在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 我已经比较满意了 之前根本就不关注 这个洗顾产品啊 自从开始折腾都会有 我就非常挑洗顾产品 尤其是骨发素 而现在的我 哪怕遇到了再翻车的脱尼 只要用了我的宝贝 潘婷在那张奇迹骨发素之后 我也觉得不算啥事儿的 其实这个潘婷没升级之前 我就一直在大学无限的回购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潘婷的广告 有没有了解 我当时就是对那个潘婷的那个柔顺那个广告 它一下就形态了 此处给大家插入两张 我大学的时候啊 真是毕罗春本春的照片 那个时候头发是真真的升好 它现在升级了二代 在好用的基础上更好用了 并且我现在就是折腾完我的头发之后 还要保持这个发质 它把特有最能修护的 ProVB5精华升级之后直接加到三倍 就属于你的头发 就破破烂烂都能给你修补回来的程度 用法很简单 护发素大家都可以用啊 每天每次挤三圈 均匀涂抹发尾停留三分钟 像B5这个成分 其实很多护肤品都在用 三分钟啊相当于一个小发膜 很高效的就能把你这个什么 吹发染烫的收损的发质给修补过来 一点也不粘腻不假滑 它是那种水润的那种滑感 反正我用完的感受是 就是感觉这个头发的弹性都恢复了很多 难说潘庭啊不愧是陪伴了咱们几十年的这个老品牌 人家这么多年能屹立不到 我觉得肯定是因为人家有两把刷的 所以啊就算咱在家收拾不出来 托尼刚给你做完发型的时候的那个精致感 起码发质能给你修补呢给你弹回来 我是搭配他们家同系列写发手一块用的 我就是感觉就像护肤品水乳一块用能好一些 总之就是用了去护发素之后 我感觉心里都有底涨 大不了就能坏了回家自己再护发呗 其实说实话去理发店做个营养也挺贵的 其实最开始翻这些照片出来的 我的目的是就是搞一个黑历史盘点啊 但是我现在看就觉得其实也还好也没有那么黑 除了我就是不算是挺累的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 我觉得如果你总是跟着改朝换代的审美在跑的话 你就会搞得自己很累 你就比如说公主线这个东西都是多少年前流行的是吧 但我最近就觉得我想有一个变化 我想有一个新尝试 你没有办法适不适合我 我就讲完之后觉得自己非常的清晴 你就要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美 别人美不美丑不丑现在流行什么其实都不重要 你自己陷入一个美的正群环中 你就每一天都会觉得自己光彩多 现在看以前的照片了 哎 该说不说我现在看大学的时候 查是查的 这不算是是 尊论的 今天一天到这里一书大家 剪刀吧永远不会翻车 虽然这不太是可能的 但是不要因为害怕翻车 而阻导你尝试新师傅的步伐 头发这个东西吧 翻车都是暂时的 总会长出来的 你翻得严重点说不定你还能上个车子 那看好我发这条可爱 在天罗搜索潘亭三分钟奇迹 在官方齐恋恋的购买页面上 庇注三分钟就OK即可额外加上产品中 ok that's it for today i love you guys you're beautiful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jumiii mai